书,本质上,我们的生存形式,就是持续不断的运动,那种梦寐以求的安宁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。 书本华,一,从生活中突围,每一个从青年时的幻想里清醒过来的人,坦说他注意过自己与别人的经验,不管是在生活中,在当代和过去的历史中,还是在伟大诗人的作品中,从多种方面做过观察。 并且没有受到什么深刻成见的影响,一直麻痹他的判断力,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认识到如下的结论,人世间是一座偶然和错误的王国。 在这一国度中,事事都有他们支配,无论大事还是小事,除了他们之外,还有愚昧与恶毒在旁挥舞着皮鞭,任何较美好的事物,只有突围这一条路可走。 二,正是自己对生命的焦虑,生命就是在不断的毁灭中走向死亡。 即使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在某一个时刻,他仍然会产生对生命的焦虑。 所以,要正视自己对生命的焦虑,不要过于夸张。 三,承受住痛苦的磨练,人生才能升华,书是具有否定的性质,痛苦则具有肯定的特性。 因此,一个人的一生是否过得充实和幸福,不是以他曾拥有过的快乐和享受为尺度的,而是要看他这一生承受痛苦的程度。 只有承受住痛苦的磨练,人生才能得到生华。 四,生存是第一位的,世界真正的发动者恰恰是生存意志。 五,生命的首要任务是谋生,其次是排解无聊,生命首先是一个任务。 即使说维持这一生命的任务,一级法语的结果的随为法语谋生。 在解决这一问题后,我们历经艰辛争取回来的却成了负担。 如此一来,第二个任务,就是如何处理和安排这一生活以排解无聊。 无聊如同手立一旁苦恃淡淡的猛兽,等待机会随时扑向每一个衣食无忧的人。 所以,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获得某样东西。 其次是在争取到这样东西后,又不能使我们感觉到它, 否则这样东西就成为一种负担。 六,在境遇不佳时,提升自己的智力,由于意志不断地控制智力。 这样,当个人境遇不佳时,智力才能比较容易挣脱意志的摆布。 因为智力只有脱离逆境,才能得到某种放松。 所以,智力会尽其所能,得投向陌生的万在世界,因而容易变得客观。 七,不要让自己挡住自己。 不少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良好意志获得成功。 不过,这不可能真的如愿,因为这一日只是影响个人的一个目的。 而一旦打上个人目的的印记,生活中重要的事情,就永远不会受到真正严肃认真的对待。 因此,用自己挡住自己的光线,这个习语,来形容这种人再恰当不过了。 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有所收获,就要记住,不要让自己挡住自己。 八,凡是三思。 当性情活跃有余,但智力却捉紧见走实,人们就容易烦躁易怒,行事莽撞,欠缺考虑。 在这个时候,记住白是要三思而后行。 九,发现生活中的喜剧元素,会过得更快乐一些。 一天里的盈盈勾勾与辛苦劳作,一刻间的便有淘气,一周间的愿望与优质,每一时辰的差错。 在常准备喜闹人的偶然性,与巧合性的润色下,都可以成为喜剧性的镜头。 十,不要太注重安逸,智者通常都很少对自身的安逸多加注意,正如一个天造的摇摆物,总会因为众心所限停留在他该停留的位置。 同样,一个人的智力总会在他个人真心关切的地方停留住手。 十一,忍清自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,我们只能清楚认识我们自己,而对其他的事物,往往只能是一知半解。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的基础,直往了解,统一起来,并多只能把概念集合起来。 因此,想要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,来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,是永远不能实现的。 但是,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事先演习一番,寻找和澄清是要解决的问题,以及之后对问题答案的检验,合适和评判。 十二,学会暂时放下,在长时间凝视某一物体之后,眼睛就会变得迟钝,且看不清这一物体。 同样,对一件事情花太长时间去苦思冥想,会是智力迟钝,也会无力琢磨,以及把握其思考的对象。 在这两种情形之中,被凝视和思考的事物,都会变得模糊,混乱。 此时,我们就要将事情暂时放下,待到重新凝视和思考时,我们就会发现清晰的轮廓又重新展现出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